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股市迹象台 我是顾德投顾 高步杰 昨天大跌了100多点 那今天又大涨了100多点 我相信投资朋友 应该心中有一个问号 这个行情到底是怎么样 一下大涨一下大跌 到底这个行情 是不是很多人就会说 这个地方是不是整理完毕 还要往上涨 那也有人会讲说 这里是不是头肩顶的右肩 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基本上我认为这个都不是一个重点 为什么 因为这一阵子来 应该说我去年12月开始 我把多单出清之后 我开始看空 开始保守到现在 很多人认为说基本上 好像高科长你被嘎 你看他们看错 这股市就一路涨 我测标里面有写到 不要赚了赢了面子输了理子 换一个比较大大在讲的 叫做赚了指数赔价差 大盘在这里 上上下下 一下大跌一下大涨 好 昨天点到际线 好 际线当然会多方抵抗一下 好 那到底这是不是大家讲的头肩顶呢 我基本上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横盘 这是一个头部 一个横盘现象 不是叫头肩顶 为什么 不会有这么小的头肩顶 这不算头肩顶 而是说 它的一个转折在这个位置上 9775的我转折 我基本上 我三个礼拜前跟大家讲过之后 每一次的相对的一个大盘的转折 我跟大家都会提醒 我现在提醒大家 下一次的关键转折点 会在下个礼拜四五左右 在下周会有一个关键转折点 那个转折 会不会是直接跌破际线呢 就是那个转折 那好 大盘的部分我就解到这 为什么 因为你还有一点时间 但是呢 大盘在这里晃的时候 我请大家注意 我请大家注意 很多人会说 看我节目就是空头 或者是要给我冠上空头总司令 基本上 可以做多的时候 我在这个位置上面 我会透过技术跟你讲 当时我就跟你讲我做多 就算我看空的人 我在这个位置上 我会空单回补 反手做多 但是呢很多人就会 要来跟我做空 但是我跟你讲 休战一下 等一等 会反弹 我们先做多单 空单回补 但是呢 还没大涨的时候 大家会怀疑 我跟你讲 这里就是为了大涨做随便 会大涨 一定会大涨 好 那有没有从这个位置上 涨上来 为什么我可以知道 这个是个低点 往上涨上来 有涨到这里的 但是呢 我必须很诚实的跟你讲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认为我是个死空头 我不是死空头 我在这个位置上面 这一段我也有转过 多单 好多单 我在这个位置上面的时候 我就开始保守了 我从这里就开始保守 我证据是什么 我12月初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 大涨之渊都是上涨的 所以基本上 我建议要保守起来 就是在这个位置上面 后来有涨上去啊 那你会认为我错 对不对 你会认为说 你有没有看错 我一路上 三个月涨上去 对吗 听好了 我今天要把大家 不愿意拿出来的 拿出来讲的现象告诉大家 我直接跟大家讲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我送大家八个字 你看这个从12月到现在 看起来指数好像是涨的 就算现在 昨天跌今天涨 它有意义吗 我直接讲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因为啊 你不要看这个多头 其实垫子里面 早就昨天跌一天 跌破了季线 今天又反弹 好 那从12月 我看空电子上来 我有看错吗 我直接跟他讲 放空好像比较容易赚钱 你会说你疯了 明明这指数是涨的啊 我不做指数啊 我带我的会员 我这个股市气量来的会员 我不做指数 我做个股啊 我做股票的啊 我带他们做股票的啊 那我要干嘛 我空股票嘛 那你会认为说 这个行情明明就涨啊 但是我接下来给你看的是 这是一个健康的多头吗 我一一的点出来给你 如果是一个健康的多头 如果是一个健康的多头 是不是很多的一些好股票 电子的 GEO的股票 应该是要同步上涨 对不对 来 你听好 我们不要争辩 我们以实际上跟你讲 你现在所看到的 请你记住 请你记住 12月到现在 12月到现在 我看空有错吗 这叫电子股 是不是空头早就在这里面了 这是多头吗 为什么一路的跌呢 我看空在12月初看空 是对还是错呢 是不是该给我一个公道呢 现在你一一验证了 美六破底 这叫瑞宜 12月初 我看保守 建议卖出股票 那是对还是错呢 是不是空头早就在这个股市当中 已经存在了 而是大家被骗到这个美丽的陷阱当中 美丽的陷阱啊 往往大家就会看指数啊 但是往往的一个空头的 也就是说多头转空头的时候 空头早就已经偷偷地藏在这个股市当中了 而是让你套得不知不觉 让你赔得不知不觉 当你看到了我刚跟你讲的股票 难道就有两档而已吗 12月我开始看保守 我多单出金之后 我建议大家保守 是对还是错呢 这是一个健康的多头吗 这些基本上都是俗称的全职好股票 也是外资会买的好股票 为什么不断地在破底呢 再看一次 我有看错吗 我看空是对还是错呢 郁金光 12月初 我看保守建议卖出股票 是对还是错呢 是不是这个行情 空头早就已经隐藏在很多的个股身上了呢 你必须去正视一下 但是呢 往往你都陷入迷思 为什么 我再看一次送你八个字 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 12月初到现在 你认为指数没跌 你认为我看错了 我这个空头总是一定看错了 我这个空军总帅我看错了 那是因为你心中一味的是一个多头 想买股票想偏多操作 希望能够涨上去 买股票往上涨 因为你心中就只有一个方向 就是买股票 但是说到了 会买没有用 真正会卖股票的人才是高手 但是会卖股票通常会被人家唾弃 通常叫你先卖股票的人都会被人家唾弃 不然为什么会这样跌 再破跌 郁金光 为什么会破跌 还有 为什么 为什么 从今年到现在 华雅科会跌呢 甚至跌破跌点呢 我有看错吗 这几个月有看过 我有看错吗 我是错吗 连发科 再破跌 这是一个健康的多头吗 这个行情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但是你怎么知道这里面的真假 大家还纠结说 哇 这是什么头肩顶什么 在那边争辩这些道理 或者说这空头讨不到便宜之类的 我跟你讲 你看这些都没用 你怎么做指数的人 我代我会员是要做股票的 那做股票要做什么 我有做错吗 你说这高价股好贵喔 有些有实力的投资朋友 他就是喜欢做高价股 而且高价股赚得快 7%随便一下20几块 但跌一听也是20几块 但是呢 你会做的 你就希望做这些基优股啊 但是基优股你做错方向了 我都透过技术分析喔 我不是跟你用赌的喔 我透过技术分析 第一段跟第二段 第三段 一二三 第三段要跟第一段等幅的话 那是不是叫跌破者 好 来到这个相对高档位置上面的时候 我透过技术分析 又跟你讲量家背离的整个趋势 来到末端的时候 技术分析我都跟你讲得实实在在 讲清明白讲清楚 目的是希望 你能够干嘛 赚钱 不是赔钱 要怎么赚 要怎么赚 就只有一个方法 跟上行列 你跟上我的行列 实实在在的 这个地方该空 我就会带你空 为什么理由都写得清清楚楚 那我 我这几个月看空 错了吗 是不是必须还我一个公道呢 我有错吗 这是基优股 外资的好股票 我有错吗 很多人有一个心态就是 我套牢了 我就偏爱什么股票 我认为它就会涨跌很深的 好 宏达店 就不断的跟你破 不愿意卖 几百块的那都不用讲了 沿路买沿路买 都不愿意停损 也不愿意卖的 明明技术面租已经转落了 这不是空头是什么 我有看错吗 我来演讲 会不会我跟你说 会拉一波上去 基本上那才是好空点 好 但你不会做啊 你想空了也不知道怎么空 空太早 这里才是空点啊 想卖的人 不会卖的人 基本上都错过这种 跌破这个极限的一个方式 所以啊 你没有把技术面租学好 你只能在股市当中 任人宰割啊 尤其是你一味的只有多的人 当趋势一转变的时候 你因为惊慌失措 还在陷入这个迷思说 怎么办 还会涨啦 还会涨啦 鸵鸟心态还会涨 那放空的人在你 想赚钱的人在你在那边 在那边犹豫说 这还会涨的过程当中 早就已经进行这段 去赚这一波的钱啊 这是很实在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接下来怎么做 我证明你看 有一个东西是 接下来 你要好好掌握的东西 下个阶段 我会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们去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 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获得头部 都有期货 股票 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得头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顾得头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头顾 顾得头顾 当您投资失利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顾得头顾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提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顺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 最便宜的头顾 顾得头顾 海北东区门户 南港四铁正核心 五分钟 百货 隐城 捷运 高铁 万品校园正顿面 双美拐 2788-6888 新复发 老公 喜欢了泡茶 也好 越洗头越晕 喝茶提醒一下 老公 你声音怪怪的 太热水洗澡 水姿无力 有点小兔 好像感冒了耶 老公 我也觉得头会小兔 我们好像一氧化碳中毒了 赶快离开 到室外 救命啦 网站还有更多支持 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也就是12月底的时候 我在节目上 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也就是我希望在参与 今年一整年的过程当中 我称为财富从分配的 这一整年的时候 我说今年 就是一个财富从分配的计划 基本上 你要学习怎么放空 你要去懂得 在今年的行情里面 去往下操作 或许大家觉得说 不可能啦 这股市又往上涨了 但是很多的股票 刚也跟你验证了 很多的股票 这是一个健康的多头吗 尤其在电子股 电子股的问题 我已经告诉你 大陆的崛起 这个问题基本上 我已经 讲了好几天了 那为什么电子股会跌 为什么外资会卖电子股 你知道吗 这一阵子来 应该是说这一阵子来 你有沒有觉得很难赚钱 不管买股票也好 那放空呢 你想放空 你又好像空错股票 又觉得很难赚 那是因为你方法的问题 我一直讲 你要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什么 你要顺势操作 当这个多头 转空头的时候 很多的股票 开始转空头的时候 其实它会隐隐约约的 在这个行情里面 让你进行的不知不觉 让你认为这是一个多头 结果跳入了美丽的陷阱当中 很多的股票 都在这个位置上面 往下开始起跌 那这个位置 是一个你很好 要卖股票 跟放空的一个位置 上面的时候 你看得出来吗 这一阵子来 我一直证明给你看说 你要去掌握一些 它即将起跌的股票 我还是要跟你讲 当初我讲的 悬崖边的滚石这张股票 你看得出来为什么它要跌吗 你看得出来吗 我给大家看 当初你看得出来 如果我遮起来 当初都不跟你讲 这是什么股票 你看得出来吗 你看不出来 为什么你看不出来 我看得出来 为什么我看得出来 它会跌 叫金豪科 为什么我看得出来 它会跌 我要做放空动作 你做这个动作 会有很大的价值 我等一下跟你讲 为什么我会做这个动作 我相信如果你做这个动作 你的感受会很深 因为什么叫起跌点 当起跌点来的时候 它就是一天两天开始下跌 再来第三天继续跌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你有没有思考过 为什么会跌呢 而且速度很快 时间很短 很快的时间你就看它一直跌 为什么会像重力加速度这么快的往下跌 好 你看到结果之后 你回想一下 为什么你看不出来呢 还没跌至你为什么看不出来 就是你那个 为什么我看得出来 因为你没有一个放空必胜计 那个必胜计 那个必胜计是什么 这就是我的必胜计 这就是我代会员最近放空的一个必胜计 因为空了就是要赚钱 空了就是会跌 为什么 来 这边叫致命起跌 什么叫致命起跌 当这个股价跌破 长期跟中期的均线之后 它就是一个起跌点 你空下去会怎么样 麦要重 下跌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为什么你看不出来 你这个方法套用在 我刚给你看的什么 这里面 金浩科 为什么你看不出来 为什么觉得我看得懂 为什么我知道它会跌 后来真的跌了 速度很快 为什么我看得懂 这一段 而且空下去速度就是往下跌 因为 我有know how 这就是我高老师 高副总 我在股市里面放空的一个秘诀 这个秘诀 当然你想学 但是你也学不来 但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 跟上我的行列 跟上我的行列 就会这样子 尤其是空在那个起跌点 空在那个起跌点 其实 蠻有感觉的 速度很快 不浪费时间 不拖泥带水 这一阵子来 你觉得很难操作 很难赚钱 会吗 买股票很难赚钱 但是呢 放空呢 很快啊 只是你的方法 对还是错而已 那相对的 你有这一套 放空必胜秘诀 你知道 这股票是这种类型 你就是毫不犹豫的 当它出现这个状况的时候 你就是毫不犹豫的 开始执行你一个操盘人 该做的动作 在下定的决心 开执行的命令 当你今天看到 郁金光大跌的时候 右破底的时候 它都有起跌点 4月2号 它的起跌点是不是在这里 是不是跌破了 那 是不是起跌一跌破 就开始往下大跌 那 如果你是一个操本 你知道赶快做动作 4月9号赶快做动作 它就是起跌点 一跌下去 一空下去 哇 速度很快 非常快 而且会一直跌 继续跌 那个方法 就是那个方法 那个制胜的密集在这里 应该是说 来 郁金光是这种 世界末日型 什么叫世界末日型 它长期就是往下的 就算它站上的中级均线 在那边混混混混混 当它又跌破中级曲线 因为长期趋势 还是往下的时候 那个点 就是一个加速度的点 但是呢 它有个特色 因为筹码很乱 它会杀融资 就会杀融资 那为什么 为什么 今天大盘 今天大盘 上涨的 它还是跌 为什么 来这边照大一点 为什么 还是跌 大盘大涨 一百多点 它还是跌 就是因为筹码乱嘛 那来看这一段 起跌点是不是在这里 没错吧 为什么杀这么深 这么快 一二三四五六 六天的时间 短短六天的时间 从一百多块 跌到剩 最低90.6 本来还是三位数的 变两位数了 十几二十块 为什么这么快 就是我讲的 我必胜密集里面讲的 它就是速度很快 我现在给你看了 我就要证明给你看 为什么你看不出来 有些股票跌的时候 为什么你看不出来 你在找寻说想要跟我放空 嘿 找不到 空中股票 那为什么 霍雅科 这个类型 在还没跌的时候 我跟你讲 不对 这起跌开始了 那为什么 你看不懂 那我看得懂 我会做这个动作 我还很猛力的 去空它 当市场都还不知道 我去空它 为什么我敢空 为什么会这样跌 就因为这个嘛 跌破了嘛 跌破了嘛 跌不往下嘛 好 我都一再证明给你看 如果你是我这阵子 加入我的行列的话 我都会跟你讲 因为这个TBK 4月7号 我提醒你 如果跌破你该怎么做 你看有没有 你看得懂看不懂 我看得懂啊 我看得懂啊 我看得懂 你看得懂看不懂 看不懂的人会做以代弊 看得懂的人会怎么样 我提示你嘛 4月10号来咯 这叫什么 TBK 我有在节目上 我说这档股票赶快跟上 但是你不是我的成员 你看不懂 所以你不会做动作 或者是你套牢在TBK的人 你也不知道该卖 或者是你空太早的人 最好的空点就是那个 世界末日型的 世界末日型的起铁点 这个啊 会杀融资 筹码乱 会杀融资 爆跌 这速度会很快 真的还假的 不然为什么今天大涨一百多点的时候 TBK会这样跌 哇 杀下去 还没跌的时候 你看得懂吗 你现在看到是跌了 还没跌的时候你看得懂吗 同样的 再听好 我还是要执行这个 财富从本费计划 到年底 到年底 相对的 我要用的是什么 这个币胜 放空币胜的绝招 这个币胜计 我不知道你看得懂看不懂 我就是依这个来操作的 但是我看得懂什么股票会跌 就像这个 这股票 然后季线连线跌破了 这一段第一段 第二段通常会等距 会等于这一段 会跌到这 这刚开始起跌 这就是我整倍进场的股票 另外一档也一样 这跌第一段 第二段等幅 这也是刚开始跌破 季线连线的股票 这股票 就是我接下来要全力锁定的股票 相对的 如果你错过了 如果你看不懂 真的不知道怎么操作的人 一通电话 跟我们服务联络 我就马上明天开始 我就带你进场 去做这样的一个操作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 数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投资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固德投顾 都有期货 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资情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固 固德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固德投顾 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 最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固德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 帮助盈 拥有提货股票双振兆 使命反败为顺的 最佳利器 入会资情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舔你的投顾 固德投顾 欸 宝贝啊 我们赚点钱 你都存在哪 赢啊 而且是我账到存款保险 知道了也不用怕安啦 那你知道存款保险 最高保护新台币300万元了吗 我知道啊 然后不只是台币存款啊 还有外币存款都纳入保障了耶 先生 你是不是跟我说这个干嘛 我是想 想说我们差不多可以结婚了吧 台北东区门户 南港四铁正核心 五分钟 百货 隐城 捷运 高铁 万品校园 正顿面